HELLO 大家今天過得還好嗎? 今天我們請到的這個是360的Alpha Team的講師 Alphat來為我們介紹關於Fuzzing的 因為基本上Rune有做Fuzzing相關技術的人 應該都有在玩像American Fuzzing Loop之類的工具 那他們通常檢測方式是檢測你是不是會有一個 Unbounded的去控RIP 那今天這場講師很特別的是他們專門在找的是像是結構體的 比方說VTable他們做Overwrite 那結構體成分可不可以去做攻擊 那他們在這方面去Fuzzing整個Android的開源項目的部分 然後有拿到就是10多個CPE 那讓我們把時間交給講師讓我們介紹這場精彩的議程 好 謝謝主持 大家好 我是來自360Alpha Team的Alphat 今天我講的是關於如何Fuzz這個AOSP中不會出現Crash的那些漏洞 首先簡單的介紹一下我講的這個內容 Fuzzin的話是公認的一種能夠發現Memory Corruption Bug的一種很好的方法 不過呢它發現Memory Corruption Bug的一種的一個形式 它的方法就是通過Crash來去判定它是不是一個漏洞 如果這個Fuzzin的過程中城市不會發生Crash的話 那麼這個漏洞可能就會被Fuzzin給Ignore 就是不會被發現 業界 業界的話現在有很多的Memory Debugging Tool 比如說谷歌開發的很多的Sanitizer 就比如說Adress Sanitizer A3 M3等等 都能夠幫助那些不能夠Crash的漏洞 盡可能的去Crash掉 就是檢測如果內存操作的時候發生了違規 那麼它就會發生一個Crash把它Report出來 然後被Fuzzin給捕捉到 然後把它判定為一個漏洞或者一個Bug 不過呢有一些漏洞的話在運行的過程中 雖然發生了一個與程序員開發的過程中的 預期不相符的一些操作 但是它在運行的時候並不會發生實質的一個Crash 就比如說我們在這個議題中會介紹到的一個 Intra-Optract Overflow 也就是結構體內部的時候發生了溢出 就是一個Field 溢出到另外的一個Field 這個時候它並沒有發生這個內存的一個Memory Corruption 因為它所有的那個讀或者寫的內存地址 都是正常的一個legal的一個內存地址 為了發現這些漏洞的話 我們構建了一個這樣的一個工具 構建了一個LLVM的一個插件 在編譯的時候進行了一些插裝 把這個在原代碼編譯的過程中 插入了一些自己自定義的函數 去跟蹤它的那個數組和指針傳遞的那個流程 並且在它進行內存讀寫的時候 插入一些檢測的代碼 通過這個方式的話 我們發現了大概30多個漏洞 並且後面的話還有很多沒有分析的Crash 就是一些比較複雜的還沒有分析完成的 這次的議題的一個結構主要是這樣的 首先我們講一些背景的知識 就比如說Fuzzing以及Sanitizer 這是做Fuzzer的朋友們 應該是很熟悉這兩個東西的 然後第二個講一下就是 intro object overflow bugs 它應該長什麼樣子 就是它的形式 它的pattern應該是怎麼樣的 然後我會講一下我們開發的這個插件 就是在LLVM的基礎上開發的這個叫做IoDetector的 這樣一個工具 它的實現的邏輯 它的一個運行的流程 還有遇到的一些挑戰和解決的一些方案 最後的話我們講一下 我們使用這個工具發現的一些case 就是發現的一些實際的一些漏洞 它的距離的情況 最後我們講一下它的這個related work 還有就是後續的一些discussion 就是以後還能夠怎麼樣的去進行一個挖掘 後續還有還能怎麼樣 首先Fuzzing是一種 發現memory corruption bug的一種很efficient的方法 一個Fuzzer的一個主要的運行流程大概是這樣的 就是mutation based的一個Fuzzer的一個運行流程 首先它會要求我們提供一個initial的一個seed corpus 這個Corpus有時候有一些Fuzzer也可以不需要提供 比如說LibFuzzer 它就是可以從零開始 就是從什麼也沒有的時候 開始直接去生成然後去變異 然後這個Corpus會經過一個seed selector 就是選擇其中的一個種子 然後去進行傳遞給一個mutator或者一個generator 去進行一些變異或者生成的操作 然後把這個生成的結果就是被激變後的一個結果 發送到這個target program 交給它去為給它去執行 並且在執行過程中監測它的一個運行的一個流程 如果這個運行的過程中發生了crash 那麼後面就可以把它report出來 經由人工的一些篩選操作去判斷它是一個 是不是一個security的一個bug 就是一個real vulnerability 或者呢就是如果沒有發生crash的話 它就會繼續去執行 然後直到它發生crash 或者是達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邊界的要求為止 在Fuzzer的過程中 最一個很必要的一個環節就是crash 因為它是整個Fuzzer發現vulnerability的一個前提的條件 就是程序在運行的過程中 我們的monitor如何去發現這個程序運行是否異常 它是一個程序異常與否的判定標準 我們可以看一下很多的這個就是現在主流的三種方式 主流的三個很著名的Fuzzer 一個是afl 另外一個是homfuzzer 還有libfuzzer 三者 都是通過這個signal來判定是否crash的 比如說afl是通過一個叫做wait ifsignal d 來獲取此程序的一個中指的信號 homfuzzer的話是他在他自己的投文件裡面 對各種signal標記了一個import的程度 他在Fuzzer的過程中 他主要關注這些important的一個signal 比如說sig,sig,v這個就是為六的那個signal 而libfuzzer的話本身它是一個in-memory,in-process的一個fuzzer 所以如果這個運行的過程中發生了crash的話 它自己就會崩潰 崩潰掉然後把這個crash給報道出來 這樣的話安全分析人員就可以知道這個程序運行異常 然後去進行一個複線和一個人工的一個分析 從而找到這個漏洞 可以看到主流的三種的Fuzzer 對於這個漏洞挖掘都是依賴於這個crash來發現的 但是呢實際上有很多的時候並沒有crash 就比如說如果一個程序運行的過程中 它雖然覆蓋掉了一些其他的一些field 比如說做了一個hipoverflow 但是overflow的程度它不高 或者呢在overflow之後它沒有用到 那麼可能它就這個程序仍然會繼續去運行 這個時候就不能夠發現這個bug 為了協助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谷歌開發了很多的sanitizer 也叫做一個memory debugging tool的一些工具 可以對這些常用的一些漏洞進行一個 進行一個很準確的一個報道 比如說如果發生了一個overflow 那麼在發生的這一刻 它就立刻會被報道出來 不論它對內存的一個破壞程度有多大 address sanitizer 這裡面最著名的一個工具是 A-san和M-san 就是address sanitizer和memory sanitizer 一個是找各種overflow 另外一個是找那個未初始化導致的一個漏洞 A-san的話它是找到了很多的這種 這種開源庫裡面的很多的漏洞 然後address sanitizer它的一個運行的一個原理和流程大概是這樣的 比如說針對於這個heapoverflow的話 它是程序在運行的時候它會分配很多的這個memory chunk 也就是malloc的時候返回了很多的堆塊 然後比如說這個mem1和mem2分別是兩個這樣一個堆塊 然後它在分配的時候呢 它就會把它用一些叫做red zone的一個紅區給隔離開 隔離開以後如果我們在訪問這個memory1的時候 訪問過界了訪問到了這個red zone 那麼這個red zone就立刻會被report出來 那就代表這個memory的訪問是一個illegal的一個操作 這個時候就是一個security的一個bug 然後對於stack buffer overflow的話 就是有一個占區的一個局部變量的一個空間 它在操作的時候實際上是在這塊區域裡面的 旁邊的兩邊它同時也是插入了這樣的一個red zone 然後呢把這個red zone進行一個poison 就是poison之後的區域它是不可以讀也不可以寫的 如果發現有操作對它進行讀寫 那它就是一個唯利的一個操作 所以就是通過這種方法的話 adjust sanitizer它能夠幫助這個程式在運行的過程中 立刻能夠發現它的內存操作是否發生唯利 不過Azen它有一些問題 它有一些情況它仍然沒有辦法去解決的 比如說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再看memory1 就是如果它是一個structure 它這個structure裡面有很多的結構體 然後其中的一個structure是一個數組 就是比如說這個data 有四個元素的一個byte的一個數組 然後它的後面呢是另外一個field 就比如說這個size2 如果我們overflow的時候 對這個四個元素的data數組進行一個寫操作 然後呢我們寫了五個或者六個元素 那麼並不會觸及到這個red zone 但是呢我們的確發生了一個內存操作 可能後面的size2的時候它會被改到很大 然後讓後續的一個程序運行的時候 就有機會去進行進一步的一個overflow 甚至是劫持RIP等等操作 不過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並沒有觸及到這個red zone 所以adjust sanitize 它並不會去把這個問題給report出來 它認為它這仍然是一個合法的一個操作 而第二種情況就是 比如說 因為它是通過這個red zone 去進行一個punding的 所以如果我們 我們的那個訪問這個array的一個index 非常的可控 我們可以把它變得非常大 就是大到越過了這個紅區 剛好越過這個紅區 落到了另外一個合法的一個地方 比如說這個mem2 然後在這個位置的話 可能在這個位置的話 去進行一個寫操作的話 雖然它實際上也是發生了一個memory corruption 實際上也是發生了一個 illegal的一個memory的一個操作 但是它也不會被Azan給report出來 我們剛才講的第一種情況就是 叫做addressed intra-object overflow 在Azan的那個官方網站上 就是那個wiki上面 它其實有講到這種漏洞 它的一個說法是 currently not properly detected by Azan 也就是目前來說 Azan是沒有辦法去解決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這個實際 這種就是剛才說的三個例子的一個實際的情況 就是我這裡寫了 我這裡寫的是一個structure 裡面有一個五個元素的數組 後面有一個其他的一個field 然後我在訪問的時候 是通過一個index的形式去對它進行訪問的 首先我們看一下 如果我們輸入五的話 就是剛好訪問了五個元素 然後這個時候是剛好overflow了一個字節 這個時候它是不能被檢測出來的 就是Azan不會報錯 因為它是 它訪問的實際上是剛才的那個otherfield 也就是沒有超過它這個memory chunk 那麼Azan也就不會被訪問到那個red zone 那麼它不會被report出來 然後如果我們輸入的是一個100的話 輸入是一個100 那肯定也是overflow了 但是這種情況也不會被檢測出來 因為它已經落到了其他的一個legal的一個區域 直到我們輸入了一個6 這個時候它的確是訪問出界了 並且落到了這個red zone 所以Azan才會report出來一個完整的一個日誌 那麼如果我們要檢測出來這種漏洞的話 就比如說我們要把剛才的訪問 data以五為index的那個數組 應該怎麼檢測呢 就是手工的一個檢測的方法 就是在它每一次數組那個訪問的地方 都插入一個check 就是check這個是否小於這個number of elements 不過呢這個工作其實是非常一個boring的一個work 就是我們需要去把原代碼這樣通讀一遍 然後去在每個訪問的地方都插入一個這樣的一個check 有時候呢我們並不能夠完全去做完 因為我們不知道這個指針的操作 它的數組的一個size是多少 有時候它可能會指向了不同的數組的話 也不能去這樣來做 就是有沒有一個自動的方法去做 我這裡就是接下來會講一下我的detector 就是我們基於LLVM去通過一些淨碳分析 寫的一些LLVM的path 然後通過數據流的一些track 去把它的指針的一個傳遞和污點的傳播的過程 給記錄下來 並且在動態運行的時候去插入一些我們自己的插裝的代碼 然後去進行一些跟蹤 最後呢由於我們寫的這個東西是一個比較lightweight的東西 所以就是不會帶來太大的開銷 通過這種方式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集成到這個fuzzin裡面 就是fuzzin的時候如果遇到這種intra-object overflow的話 我們即時能夠把它彌補出來 把它report出來 以彌補這個addressed sanitizer它的一個檢測能力的不足 然後我介紹一下這個LLVM的整體的一個架構 因為就簡單的提議一下 LVM其實它是由三個部分組成的 它分為前端以及這個中間的一個優化 還有就是後端 前端的一個部分就是把語言代碼就是翻譯成了它的中間語言 然後中間語言通過這個很多的優化器去進行優化 優化完成之後交給後端去生成機器碼 再這麼去執行 它是如果我們要進行 對這個程序進行一些編譯編譯環節的更改的話 一般很方便的一個地方就是從它的中間語言 也就是這個IR入手 在這個優化階段插入一些我們自己的一個優化的流程 去輔助進行漏洞的挖掘 我們再看一下就是剛才提到的那個case的一個結果 就是我們剛才定義的那個structure 它的裡面的有五個元素的數組 應該在這個IR裡面長什麼樣子的 可以看到在右邊的這個圖裡面 就是IR的一個情況 就是這個structure 它仍然保留了它的這個類型的信息 就是type info都很完整的保留了 就是第一個是一個i32類型 然後後面緊接著是一個五個i8類型 然後後面是一個i32類型 然後對這個數組 通過一個index 對這個數組進行訪問的時候 比如它的一個訪問的一個關鍵的語句 就是這個GEP指令 就是getElementPointer這個指令 這個指令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它的 它中間這個指令中間是帶了 帶了type info的 就是它的source type 它可能是一個數組 它的那個類型信息可以對應到上面 上面的structure上面 這個時候它是保留下來了這些類型信息 所以如果我們要進行IR程度上的分析 或者是報告的或者是插入的話 可以在這個環節進行操作 然後GEP指令的話 GEP instruction它的一個格式 它是這樣的 第一個參數它是一個type 就是source type 就是比如說可能是一個 比如說可能是一個五個字節的一個數組 那麼我們就可以把這個信息獲取到 第二個參數是一個pointer 就是base pointer 第三個參數到第N個參數都是index 也就是indices 就是我們可以訪問這個數組的一些指針 或者是偏移offset等等 然後呢LRVM它提供了很多的很方便的一些API 可以讓我們去操作這個 GEP instruction 就是比如說我們可以獲取它的source element的一個type 獲取它的一個result element的type 然後可以去 traverse它的一個indices 就是可以對它每一個指針都進行 每一個那個index都進行一個 每一個index或者說是每一個operand都進行一個操作 通過這些API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do whatever we want 然後就是有一個可以想到的一個最簡單的一個方式 就是剛才提到的那個漏洞 就是有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我們只關注這個GEP指令 其實就可以檢測出來很多這樣的情況 就是它的距離的流程是怎麼樣的呢 首先我們判定我們就是visit一下這個一個function 或者是一個module裡面所有的一個GEP指令 然後通過這個判斷GEP指令是否有indices 然後它的element type是否為array type 然後我們把這個如果它是array type的話 我們把它的numberf element這個數值給在編譯的時候直接獲取到 因為這個數值它是一個constant 在編譯的時候是我們完全可以獲取到的一個constant int的一個類型的一個數值 然後獲取到這個數值之後 我們再把它的operand就是它的indices和這個數值進行一個比較 就完全的插入了一條這樣的一個check 這個這個時候就可以判斷如果它小於0 如果這個index小於0或者是大於等於這個number of element的話 我們就把它進行一個手動的report 就比如說最簡單的我們把它race一個signal 就是讓它去crash 幫助它crash 這樣的話father就能夠檢測出來 就是通過這樣一個小操作的話 就是可以看到前面那個例子已經是可以檢測出來了 但是其實只做這一件事情是不夠的 只做這一件事情的話 它有很多的情況它都無法考慮到 比如說這種情況 就是如果我們把這個數組的 就是這個structure中間的inter object的一個數組的一個 守地值 反為給另外一個函數 去使另外一個函數去down這個數組 在這個函數裡面進行數組操作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剛才我們所假設的那些結果 就是source type is array type 其實這個已經不是了 因為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類型已經變了 然後呢 number of element 剛才是一個可以完全獲取到的一個constant的一個值 在這裡呢也沒有 所以就是如果這個數組 它並不是直接去這麼訪問 而是通過一些傳遞 去把它放到另外的一些指針 或者是另外的一些變量裡面去這樣操作的話 它是丟失了這些類型和 和number of element的這個信息的 所以就是這個 剛才那種simplest solution 它是不能夠檢測的 它只能夠檢測一部分 但是會有很多的漏爆的情況 為了跟踪這個指令的話 我們還需要考慮 LVM IR中間的load和store指令 這個load和store有兩種用法 一種是直接去進行 內存的一個操作 就是比如說給一個數組的一個值 一個元素去複值或者去讀取 另外的一種是去傳遞這個指針 其實也可以看作是一個memory的 一個access的操作 但是它在我們考慮這個數組的 一個污點的一個傳播的時候 需要去分別的去進行處理 就比如說這種情況的話 這種情況 store指令的話 它是我們在一個 在這個圓代碼裡面的話 是有一個structure 它裡面有兩個array的object 兩個array的field 然後如果有一個分支 這一個分支裡面呢 我們有同一個pointer的 這樣一個變量 在這個分支裡面 可能會指向array1 也可能會指向array2 然後這個時候 後面的話 再對這個pointer 去進行一個複值 這個時候 也不能夠通過那個simple list的 一個solution去解決 這個時候它的一個操作 其實是 會把它的這個getelement的一個結果 先store到這個pointer裡面 也就是這邊的4%這個變量 然後後面再對這個pointer 去進行一個操作 這個時候就是pointer 它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一個指針的一個引用 和一個解引用的一個version 就是store指令它可能是一個 這個store指令的一個source 它如果是我們tenty的一個 就是已經5點化的一個值的話 那麼它就會把它放到另外的一個值裡面 根據它的類型 它會做一個解引用 或者是一個引用的一個過程 然後除了剛才的store指令之外 我們還需要考慮的指令是 call指令和 call指令和一個return指令 這要寫錯了 不好意思 就是 就是call指令的時候 如果這個返回值它是一個pointer的話 就是一個tenty的pointer 我們也需要把它進行 放到一個傳播的一個列表裡面 如果它傳入的參數是一個 傳入的參數是一個pointer的話 也需要放到一個傳播的一個列表裡面 我們才能夠對這個指針 去進行一個完整的一個追蹤 然後講一下我們的一個solution 就是一個完整的solution 是這樣的 其實就是分為了三個步驟 首先我們要確定 我們要跟蹤的指針是哪些 在這個inter object overflow 它的一個漏洞的類型 發生的一個pattern來看 它最初的一個地方 它肯定還是那個GEP指令 並且是這個source type 是一個array type 然後我們可以獲取到它的 number of element的一個GEP指令 但是這個GEP指令呢 後面會被傳遞到很多的地方 然後去進行一個memory的一個access操作 這個傳遞的中間 在這個傳遞的中間的話 它會把它的 它的source type的一個類型信息 以及它的number of element的信息 都給丟失掉 我們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這個 丟失掉的信息 一直通過一個全局的一些 數據結構去把它維持下來 讓它一直保存著 這樣我們後面在它 運行的過程中 就一直擁有這些信息 那麼它在memory access的時候 如果它發生了一些越界的話 我們仍然可以用這個 已經存下來的那些信息 去進行一些比對 這樣的話就可以發現 它是否發生了memory corruption 一個整體的操作 其實是分為三個步驟的 首先是找這個 explicit的一個GP的指令 然後把它記錄下來 把它進行一個new node的一個操作 把它放到 給每一個node 分配一個unique的一個tag 然後把它當前的current index 記錄下來 把它的number of elements 也記錄下來 然後呢 中間我們就去傳遞去便利 去 traverse 它的一個user 就是哪些值 用到了它這個指令 並且是判斷這個值 是否發生了一個傳遞 還是判斷這個值 是做了一個傳遞 還是做了一個memory的 一個access操作 如果是做一個傳遞操作 比如說store 或者load這樣的一個指令 或者是函數的return 和這個函數 作為參數的一個調用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去傳遞 傳遞到另外一個函數 或者是傳遞到另外一個值 然後如果它是做了一個memory的 一個access操作 做了內存的讀寫的話 我們就在這個讀寫的時候 去進行一個check 去插入一個這樣一個check函數 運行的時候就可以去 在運行的時候去檢測 它是否是legal 或者是illegal 然後step3的話就是 我們在傳遞的過程中 傳遞了一個值 然後還需要去 去對這個 已經傳遞的這個值 再去進行一個 它的user list的一個check 就是一直這樣的 users users 就一直一層一層的 去recursively去 遞規的去把它傳遞 傳遞到一個 直到它不能夠 直到它所有的東西 都傳遞完為止 這樣的話就可以保證 運行的時候 不管它走什麼路径 我們都能夠把這個 運行的結果保留下來 然後這裡面涉及到的 三種的操作 就是source 還有propagation 還有就是check 三種操作的話 對應的指令其實是 基於我們基於一個observation 是已經確定下來了的 比如說source 它就固定為這樣的一種 GP指令 就是source type is array type 然後它有一個 可以獲取到一個 number of element的 這樣一個信息 然後呢 在傳遞的過程中 就是propagation的過程中 有這樣的三種 主要是這樣的三種指令 需要去關注 一種是GP指令 這個GP指令就是 數組在操作的時候呢 其實它有可能是通過 一個pointer 然後這個pointer 傳給了一個值 這個pointer 再加上一個int型的offset 或者是加上 或者是作為一個 再給這個pointer 另外的一個index 這樣去操作 這個時候 它的一個格式是這樣的 就是source type 它其實已經不是array type了 但是它的那個 arg1 就是第一個 第二個參數 它其實是一個 那個base pointer 第三個參數 它可以看作是一個offset 這個時候操作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base pointer 加上這個offset 與它的number of element 去進行一次對比 然後去看是否發生了越界 這個把它傳遞到這個返回值的話 我們就把它更新到另外一個node裡面 然後第二種傳遞的一個指針是load和store指令 就是如果我們把一個 已經一個tented的node 把它作為一個 作為store指令的source 或者是作為load指令的result的話 這個時候 說反了 作為一個load指令的一個source 或者是作為store指令的一個desk的話 它是可能會發生一個傳播的 另外就是 就是剛才的指針的引用的一個問題 就是pointer 等於另外一個 複值為另外一個array 這樣的情況是 這樣的一個情況 也是一個傳遞的一個很普遍的情況 然後第三個就是call指令和return指令 就是函數的參數 以及函數的返回值 都可能是tented value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還需要進行一些函數之間的一些傳遞 這個如果是一個single module的一個project的話 它其實是很好做的 但是如果在那個multiple module裡面 它其實是需要考慮一些情況的 因為我們這個時候 沒法獲取它的function body 這個還需要就是有一些 額外的一些同步的一些操作 然後最後是checkpoint checkpoint就是實際上發生了 內存memory access的一些操作 主要是兩條 就是loaded和store 我們寫了三個簡單的一個例子 在這個情況下面都可以檢測出來 就是三種不同的數組的傳播方式 剛才說的是還有一些 在這個實現的過程中 還有一些challenge和一些solution 就是比如說如果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有一些就是 城市在運行的時候 有一些必歸的操作 比如說function A 首先call function B 然後在call function A 就這樣的一個direct 或者是indirect的一個必歸的話 我們這個時候會有一些問題 比如說由於我們的這個 對於每一個value它的tag 它都是靜態插入的 所以它是一個grouping的常數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我們會在我們維持的這個taglist里面 它有兩個tag相同的一些node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把前面的那些taginfo 就是前面的函數戰爭 它可能還沒有處理完成 但是我們後面又新建了這樣的一個戰爭的話 它可能是會把前面的覆蓋掉 或者是產生了多個相同的 這個時候我們需要做一個 做一個這個call layer的一個field 引入一個call layer的field去判斷 去手動去模擬這個函數的call stack 就是保證每一個call stack 都有它自己的一個list 在我們這個維持的list里面 它都是區別開的 這樣的話就不會發生這樣的 這個同名tag的一個衝突 這個方法的話 我們通過在每一個function call前面 去加入一個before call 還有一個function return之後 加入一個after call這樣一個操作來完成 但是在我實際測試的過程中 我發現加入了這個之後 整個程序的運行效率 它提升了很多倍 就是完全不再適合於fuzzing 就是為了這個efficiency的話 我首先去過濾了一遍 我們究竟在哪些函數裡面 插入了這個check 我們的一個自定義的一些check 或者propagate 或者是new node這樣的一個操作 然後把這些東西放到一個white list裡面 我們在第一輪的時候 先不查這個before和after 然後在第二輪的時候 我們再根據這個white list 去把第一輪pass的一個結果 去做一個insert 這樣就可以避免這個 非必要的一些efficiency的一個損失 以及降低這個整體的reaching overhead 然後第二個挑戰就是 如果一個big project裡面 它有很多的module 那麼我們的這個global tag的一個generator 我們需要額外的進行一個設計 就是因為只有單個文件的話 我們可以寫一個module pass 但是我們在做一個multiple pass multiple module的一個pass的時候 它其實這個pass會運行很多遍 就是每一次都是以新的進程的方式去運行的 這個時候它的tag 當前的一個類型的信息 它是沒法保證的 所以我們要為了生成這個unique的一個tag的方法的話 我們就是需要一個global的一個tag的generator 就是每一次運行完了 我們會把這個結果去 臨時的save到一個文件裡面 然後第二次再運行另外一個module的時候 我們再把它load出來 然後還有一個情況是 這樣的一個情況其實 在處理函數的時候也有一些問題 比如說我們在處理函數的時候 它有一個形式參數 我們要把這個形式參數 它應該是確定的 但是我們在不同的module pass裡面 它的指示不同的 所以在這個考慮的時候 我們還需要保證 每一個function call 它在傳遞的時候 它都需要保證它的一個一致性 就比如說function a 它的tag是10和11 那麼另外的函數 在call這個function a的時候 要保證它精準的把這個 把這個tended value 從一個任意的一個tag 精準的傳遞到這個10和11 這兩個tag裡面 不能夠去存到別的tag裡面 這樣的話就可以造成一些confusion 然後 然後 剛才只是一個很簡單的一些test case 是自己手寫的 後面呢我們 就是想測試一下這個程序 是否在這個real project裡面 它也能夠正常的運行 我們在AOSP裡面呢 就找了很多這種 通過正則表達式去搜索 帶這種intra object的一個書組 這樣的一些structure 然後把它都篩選出來 篩選出來之後 我發現在這個lib.x.aac裡面 它包含了很多的這種形式 而且當時我挖掘它的時候 它是一個新出的一個組件 這個組件是在Android P裡面 也就是去年的大概8月份的時候 公佈了它的原代碼 然後呢它當時是作為一個 AAC的一個extension的一個補充 去放到裡面的 它本來是計劃作為 下一代的一個audio decoder 去進行一個運行 我在實際進行代碼分析的時候 可以看到它的一個內存的 一個管理方式 就是這個程序 它並不是說一個結構體 它就就是需要什麼 它就做一個什麼一個結構體 它是首先它分配了一個 大概兩兆 64兆這麼大小的一個空間 就是把所有的結構體 都放到一個全局的裡面 這樣的時候就可以保證 這個運行的一個效率 就是避免了重複的這個 allocate和這個 deallocate的操作 然後呢 但是這個操作的話 就是對於Fuzzin來說 它其實是很不友好的 因為所有的東西 都在一個內存塊裡面 然後就相當於我們 即使加了HS Sanitizer 那麼它影響的 也是它自己這個 64兆大小的一個內存的區域 我們不能夠 它可能一共就這麼 兩個red zone 然後呢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memory chunk 然後它的一個整體的一個 運行流程是這樣的 它有一個config的 就是它跟其他的 AOSP裡面的codec 它其實是 運行流程是差不多的 它有兩個階段 就是two stage 一個是config階段 一個是decode階段 就是這兩個tech service Service裡面呢 它可以都可以傳入一個buffer 還有一個size 就是這個buffer size 把這兩個 它有這個config XAACDecoder 和這個decode XAACStream 兩個操作去同時去進行 然後 在這兩個操作中間 它分為了兩套的structure 一套用於config 一套用於decoder 然後這兩個套structure裡面呢 有一個非常普遍 有一個非常 就是共同的一個特性 就是包含了很多的結構體 結構體裡面包含了很多指針 然後是一層一層的結構體 這麼嵌套下去的 就是我們對這個 Lib XAAC進行fuzzin的過程中 編寫了這樣兩個fuzzin 第一個是直接一個one stage的 一個config的fuzzin 就是直接去把一個buffer 非常非常粗暴的放到裡面 然後用Lib XA去進行一個wrap 就是包裹之後去直接進行運行 在這裡面呢我們發現了很多crash 然後我們對這個decode的階段 進行fuzz的時候呢 首先我們需要一個很好的一個 就是good config buff 就是我們首先需要這個config階段去完成 然後才能保證這個decode的階段 能夠正常地完成 所以就是首先我們通過這個config 去收集了很多這樣的unique的一個不同 能夠產生不同路徑的一個config 然後在這個decode的階段呢 利用前面的那些good config 去首先做一個config階段 完成這個config 然後後面呢再用我們自己的一個morpharm的一個buffer 以及這個size去進行一個check 通過這兩個fuzz的話 就是發現了很多的AOSP裡面的漏洞 其實這些漏洞都是很簡單的 但是由於發生了內存的一個寫操作 所以它的評級給的比較高 普遍都是critical級別的一些漏洞 下面我會講一下這個case 講三個case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些漏洞 它有多麼的簡單吧 就是2019、2065這個CVE的話 它是三個 它是這樣的三個結構體 第一個結構體裡面呢包含了第二個結構體 第二個結構體它實際上是一個 包含第三個結構體的一個數組 這個數組它的元素是固定的 它是用一個C紅的形式去定義了一個固定大小的一個數組 然後在運行的時候 它有一個read bitbuff這樣一個操作 可以讀取到大概是一個byte的一個東西 然後判斷這個值是否是1 如果這個endmark不為1的話 它就會一直在這個循環裡面去運行 在這個循環裡面運行之後 它會有一個 我看一下 就是這個number of nodes的話 它會變得非常大 然後這個把它放到一個for循環裡面的話 它就會直接對一個數組進行一個訪問 對它進行一個值的一個寫 由於這個沒有check 並且它發生在這個結構體內部的話 它就造成了一個out of bounds的一個write的操作 但是呢 在發現的時候它是不能夠被檢測出來的 因為它沒有觸及到red zone 也沒有造成很大的memory corruption 所以就是很容易被忽視掉 剛才的case 通過我們的第一個的simple list的一個solution 只檢測 只通過visit的操作 不通過傳播也能夠檢測出來 第二個case其實也是差不多的情況 也就是在結構體內部定義了一個數組 然後呢 我們也有一個可控的一個index 但是呢 這個index它並沒有發生一個實際的訪問 它是把這個地址 就是 把這個當前元素的一個地址 傳遞到另外一個函數裡面 雖然我們 其實我們也可以通過第一個那個 最簡單的一個detect去檢測出來 但是 檢測出來的結果 它其實是有問題的 也就是它 暴露動的點是在這個取地址的地方 而不是在它實際的一個內存操作的地方 它實際的內存操作的地方 是在另外一個函數裡面 在這個裡面呢 它發生了實際的一個內存的寫操作 但是 如果我們檢測的時候 如果我們不考慮這個污點的傳播 讓它直接在這個 當前的一個函數去進行訪問的話 它是 不能夠精準的檢測到 它其實算是一個誤報的情況 然後第三個case 它其實 也相當的 也相當的簡單 所以就是 不太去深入的去講它 大概就是 有一個 pointer 指向了一個數數 然後呢 這個 pointer 會 不斷的去 遞增 遞增到一定的級別之後 它會超出這個 這個 array 它自身的一個範圍 然後去進行一些寫操作 這些寫操作 其實已經 發生了這個 Illegal的一個 Memory Access 但是由於不觸發這個 Red zone 以及沒有大的 Memory Corruption的一個操作 就是不會觸發 Illegal Address的一個 內存的讀寫 所以它也不會被檢測出來 但是如果我們加入了這個 內存的一個 Tainted 就是 污點分析 污點傳播的話 其實是 可以把它檢測出來的 不過呢 這個工具的話 它也有一些 False Positive的一個情況 就比如說 一個程序員在寫的時候 他就是這麼寫的 比如說 他首先獲取了這個 Data 這個數組的一個值 一個地址 然後呢 他想訪問前面一個元素 他並不是按照這個 它的一個上層的一個指針 去這麼指向它 而是直接從算好它的地址之後 直接 剪掉這個地址 然後去進行一個 一個引用的一個操作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它其實已經發生了 如果在我們的檢測器看來 它是造成了一個 一個數組的一個複翼 但實際上 它也是一種正常的情況 不過這種情況其實 見的也挺多的 就是在大工程裡面 它其實很多 然後第二種情況就是 如果它像後 也是這麼訪問的話 比如說 它要訪問Size 2 但是它是通過這個 Pointer 加上一個 Size of Size 2 然後去這麼一個 去檢測的話 這麼一個去 解引用 然後去用的話 它也是造成了一個 Array的一個 後翼 就是那個 Overflow 但是 它實際上也是一個 正常的操作 所以就是 如果程序員 非得這麼寫的話 我們也是會發生一個 False Positive的一個 Report 然後 關於這個 關於這個 Detect的一個 Performance的話 我在實際測試的過程中 發現它大概 產生了 2.6倍的一個 運行的效率的一個衰減 內存 它的內存 開銷 我還沒有進行測試 它在加入之前 就是 在我說的 Before Check 和那個After Check 之後 它其實產生了非常大的開銷 然後 經過那個後面的 White List的一個 篩選之後 它的效率才降下去 然後是Further Story 就是 這個库在 11月份的時候 就是 2018年11月份的時候 就已經被谷歌 Mark為 Experimental 就是 由於這裡面的漏洞 實在是太多了 雖然 雖然這個 開發者 他當時開發的時候 是 用一個大的一個 Memory Trunk 然後並不會產生 這樣的一些Crash 但實際上這些Crash 包給谷歌 就是這些 經過 插裝的一些Crash 報給谷歌之後 谷歌還是承認 它的確是一些 雖然 不能夠造成Memory Corruption 但是有 一個進一步的 利用效果的 一些Case 所以它也是 評級為相當高 然後呢 在 Android 10裡面 谷歌新加入了一個 Sanitizer 叫做Bound Sanitizer 它能夠輔助去 進行一些這樣的 一些解決 進行一些這樣 超越越界的一些解決 並且他們說 就是谷歌說 它的一個 Performance 是小於1%的 然後我看了一下 它的結果 大概就是 Simplist 就是剛才的那個 Simplist的一個 Check 就是它也並不能夠 去傳播 去進行一些 污點的傳播 導致這個 內存 如果運行過程中 發生的 類型的一些遺失 以及這個 Number of Elements的遺失的話 它還是暫時 不能夠發現的 最後這就是我的一個議題 謝謝大家 好 那因為時間其實已經超時了 那我這邊開放三個提問 那有沒有任何人想問 講者關於這一部分的問題 大家是趕著去吃點心嗎 好 那我這邊提個問 就是我覺得我聽完的議程 我覺得因為其實這個東西 像我們會用 American Funding Loop 之類的工具去做發信 其實有一大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是我不會有Source Code狀況 對 那其實你們未來可能會有希望 因為在你們這邊用LLVN 主要是要萃取書 它原本在Compile階段的 Syntax 是多少組數 它的原始Defined 有沒有做Out of Bounding的這個問題 對 那如果你們未來有沒有嘗試 想要去解決這部分 你說這個 B原的情況 就是 對對對 B原的Binary Crew 有沒有辦法去做 這個我們也有一些相關的研究 就是我們是通過 就是類似於Memory Tagging 這種方式去做的 就是在運行的過程中 首先有一個結構體的一個恢復 嗯 就是這個指針呢 它只有一定的範圍 它能夠訪問 嗯 如果它這個指針 經過一定的偏移之後 它會變成另外一個級別 就是我們給這個指針分一個級別 這樣的話就代表這個 就代表 然後 同一個Structure裡面的各種的 Structure的一個 InitStructure 或者是 另外的一些Structure 然後 一個數組的操作的話 它可以非常明顯的 知道是 一個指針加上一個Offset 這樣去進行操作 嗯 如果發生了越界的話 它就會變成另外的一個 Tagging 嗯 了解了解 通過MemoryTagging去做 有點像是我們在動態階段 再算一次它原本的 到底的部分 嗯 可以這麼說 那還有其他一個問題 是為什麼你們會想要 要挑Android這個開任 就是你們挑的 這是播放器嘛 一個新的播放器的組件 因為要是是我 我 因為這東西要用Linux 應該不會想要去 透過Java去呼叫JNI 然後去叫這個播放器 所以你們應該把整個組件 重新在Linux上 重新編過吧 這個組件既可以在安卓上 也可以在Linux上面 哦 因為我之前是把Linux 是整個的 因為安卓它有提供一個 它自己專門用的一個LVM 的一個分支 嗯 然後這個分支呢 我可以在上面寫一些工具 因為我之前也寫過這個 類似於一些信息收集的一些Path 嗯 然後我本身也是做這方面的 所以就是想了這麼一個 嗯 檢測工具之後呢 就把它又應用到上面來了 了解了解 嗯 那看大家還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問 那就是成功讓一個 原本Google可能會上架的一個組件 然後就是推翻掉這樣子 好 那 如果沒有任何問題 那 之後如果還有問題 可以再寄信問講師 那讓我們熱烈的歡迎 謝謝他 帖連一燈 謝謝 謝謝 咖啡